你好 歡迎收看7月18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以慧 111年全中運要升上海回蘭志願表演 在16號晚間登場 300多位的表演者從6歲到69歲 在多組藝術團體和學校團隊共同努力之下 以花蓮民族融合為核心理念 帶來精彩的優美演出 今年4月14日臨時決定延後的花蓮全中運 終於順利在7月赴賽 在導演張一鈞、副導演徐月偉 至今導演張亭歡、藝術總監李小平 音樂總監柯志豪 以及朱中慶樂團和花蓮藝術團體 以及學校團隊共同努力下 16日晚間帶來《月深山海》 《回蘭之夜》優美表演 我們已經比去年多了三斤 鷹牌更不用說 而在這整個場館裡面 我們締造了全國非常多的好手 已經有183個破全中運的大會紀錄 有14位已經破了全國紀錄 用運動跟文化藝術產業來結合 這是史上最長的全中運 這也是史上唯一一個破大會紀錄 破全國紀錄 所以我要謝謝這300多個我們的藝術家 表演者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謝謝 你們好棒 謝謝 以圓民青年成年禮為主軸 依據各族成年古禮共同呈現花蓮地緣人文風情 300多位參演者從6歲至69歲 跨世代反覆練習 聯合花蓮在地學生 攜手共同演出 以載歌載舞呈現熱力花蓮樣貌 現場徐正衛表示 感謝花蓮各界藝術團體 及學校師生超過半年的練習與努力 也期盼賽事圓滿落幕 記者長幫眼花蓮師報導